首先在锅上涂满牛汁,然后放上切薄的牛肉,撒上砂糖,入味了就淋上酱油和酒,最后依次加上葱,烤豆腐,摸一丝,蘑菇,金针菇,每种食材的摆放都有一定的比例,最后就是放入铜蒿,盖上盖子,闷着神圣的三分钟。 等待期间,打上一个鸡蛋,搅拌九周半,以上就是和树理想的火锅。 今晚是她第一次见女友的家长,晚餐安排的正是她最爱的火锅,这是她时隔五年后的品尝,毕竟火锅这种东西三四个人分为最佳,今天刚好有这样的环境,坦率又不摆架子的爸爸,背后默默支持她的妈妈,以及温柔体贴的女友,这一家都给了和树不一样的好感。 日式火锅加入西方食材,就像古色古香的街道上,突然出现冰激凌摊子一样突兀,不过每个日式家庭都有不一样的东西,还是应该尊重的。 突然,女友爸爸对妈妈说,那个记得要准备啊,妈妈表示,那个最后再拿出来。 核树很奇怪,明明不需要多余的材料,难道是乌冬? 想到这个也不觉得很惊讶了。 准备完毕一家人围坐在火锅前,平常不做家务的父亲只有在吃火锅前才动手,这也就是日式火锅的魅力。 但是,你火开太大了,肉片容易烤焦,焦急的核树偷偷控制了一下火候,自以为得逞时,女友爸爸又准备下酱油,砂糖还不够胃,于是他立马夸奖爸爸手表款式不错,聊两句的时间实际刚刚好。 尽管配菜的摆放没有像和树那般讲究,不过总算摆对了顺序和位置,但为什么不盖上盖子? 身为日式火锅强迫症的他,内心焦躁不安,根本不能容忍这样的做法,可是好远啊,要不要提醒呢? 说了怕破坏爸爸的兴致,不说火锅又不好吃,怎么办? 不行,和树忍不住了,刚把手拿起来,女友就拦住,别慌,等吃完再和爸妈说结婚的事。 哦,对了,今天的重点不是吃火锅,好险,差点破坏了这和谐的氛围,尽管操作有些失误,但火锅那种光芒是不会消失的,按照礼数应该等主人先吃。 何树觉得自己应该先从配菜吃起。 嗯,妈妈你认真的吗?大家都吃点哦,你把主菜都吃了,我们还能吃什么? 何树有点怀疑人生,今晚就是吃蔬菜的意思吗? 爸爸你作为一家之主不打算说点什么吗? 啊,豆腐,断了。 幸好女友开口说话,才把沉浸在自己世界的何树拉回来,何树动手加菜,啊,美味,女友的爸妈对他优雅的吃相,给了很高的评价。 何树美滋滋的想着,毕竟能在表现出人性的火锅前做到这般完美,或许能得到一些奖赏,应该能吃肉了吧,我恨。 随后爸爸又把酒倒进锅里,给出的说法是,能让肉变软变嫩,再次端上的肉也不如之前的新鲜,一次次的操作看着他心里难受,一餐下来,何树也没有动过几次快。 最后女友的爸妈还把蛋液倒进锅里,这让他看得更难受了,果然没办法和他们成为家人,就连女友也一样,为什么不放鸡蛋液,这样的吃法根本没有火锅的灵魂。 看来和他结婚也不可能啦,不会吃日式火锅的人根本没法共度余生。 最后,那个端了上来,黑不溜秋又Q弹的半圆物体,女友爸爸把他放进锅里,在他们的强硬推荐下,何树百般纠结,最终被迫尝了一口,画面一转,何树还是和女友结了婚,孕育了两个孩子。 他们围在桌前吃日式火锅,一切的步骤都是按照何树的理想来进行,最后他加入了那个,虽然不知道是啥,但看来何树真香了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则,用自己的规则去定义别人。 这是很没有必要的事,毕竟吃饭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吃嘛。 好了,这就是今天萌妹带来的影片,理想的火锅,我们下次再见。